回到我们今天的课程 最美好最快乐的喝茶聊天的时光 我们今天讲一下经济学的派 我们继续分享企业的企业家理论 这个理论非常的重要 不仅因为这个理论本身很重要 而且因为在当下的中国经济 这样的一个土壤环境 特别是文化当中 可以说我们仍然缺乏最基本的 对市场的这种敬畏 对企业的这种重视 以及对企业家的看重 我们太缺乏了 所以我们很像补上这个课 中国最重要的启蒙 其实不再是武士的那种启蒙 最重要的启蒙其实就是市场文明 以及新教伦理等等 这些保守主义的基本的启蒙 那我们先看一个简单的事实 就是中美俄企业家的大比拼 那我们看一下最近 这个中美俄三个不同的国家 它的企业家的状况是怎么样的 那我们看到美国企业家呢 是上天陆地狂喷了 上天呢不用说啊 比如说Mask是吧 他这个星链的这样一个计划 工程实在是 这个令人 这个叹为观止 而且呢最近他透过他的星链 居然终止啊 可以说至少是啊 这个遏止了啊 阻阻阻阻了了这个啊 普京的这样一个 疯狂的扔核弹的计划 实在是了不起啊 这个杰家啊 对整个世界的一个巨大的贡献啊 真的就变成钢铁侠了 啊还有陆地呢 就是在地下是吧 这个用最好的一种地道的方式啊 我们过期说的啊 那么姐姐啊 城市的交通堵筛啊 也是啊 可以说是真的是让人脑洞大开 还有狂奔登就是我们看到 企业家们啊 经常会发表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他们的言论 那么这个美国企业家的代表啊 这个Mask啊 这个最近啊 今天早上的消息啊 他430亿收购推特的方案成功了啊 这个推特的董事会万般无赖啊 最终啊 接受了他这个收购方案啊 所以呢 推特一主啊 股票大厂啊 然后Mask呢 同时发推表示啊 他说今后哪怕是对我个人的最严厉的批评啊 我也会留在推特上啊 因为这就是原论自由啊 呃 我看到这条消息真的是由衷的高兴啊 所以这个星期六呢 我还想啊 讲一堂特别的课啊 就是静静推特的Mask啊 和企业家的社会关怀啊 谁说我们企业家啊 对社会是没有关怀啊 没有理想啊 没有贡献的呢 只是赚钱的机器呢 啊 完全是胡说八道 呃 那么相比美国企业家上天陆地 以及啊 这个想说啥就说啥狂喷 是吧 呃 俄国企业家呢 最近的状况是被杀被抓被柴 呃 被杀被抓呢 我们就不用说了啊 这个普京上台之后了 清洗了很多叶利钦时代的企业家啊 抓抓杀啊 这个很多啊 现在有些企业家跑到美国去了啊 就是跟普京为敌啊 跟他对抗上了 呃 然后另外呢 普京啊 启用了一些他的小伙伴啊 成为了俄罗斯新的这种啊 富豪啊 但是呢 在这一轮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当中啊 他们也被牵连进去了 意大利当局呢 最近是没收了俄罗斯亿万富豪啊 这个呃 安德烈啊 梅尔尼琴科啊 价值5.8亿美元的超级游艇啊 呃 那么作为了这个制裁行动的一部分啊 那么欧盟呢 就击捕梅尔尼琴科啊 做出的解释是 他属于俄罗斯商圈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啊 以俄罗斯政府的关系密切 同时呢 他还是在2月24号以普京会面的 37名商界代表中的成员啊 他们开会讨论了西方制裁的影响 欧盟对基础在欧盟境内的喜多其他的俄罗斯富豪呢 也采取了类似的制裁行动啊 我就不一一多说了啊 总之啊 俄罗斯富豪啊 命令多舛啊 被抓被杀 然后被制裁 那么中国的企业家怎么样呢 啊 中国的企业家也很可悲啊 过去呢 叫两院一院四啊 就是不是进医院啊 就是进法院啊 后来呢 发展到双亡人形啊 不是走在死亡的路上啊 就是走在逃亡的路上啊 那么现在呢 就是集体的躺平 那我们看到马云啊 张一鸣 刘强东啊 等科技大佬呢 前都集体的躺平啊 包括这个啊 包括腾讯啊 高潭扩论呢 都成为了往日的淫渊啊 马云一九六四年生的啊 按理说还很年轻 张一鸣呢 就更年轻了啊 八三年生 还不到四四岁啊 黄征一九八零年生 黄兴一九七九年生 刘强东呢 一九七四年生啊 他们都正在人生 可以说最有创新力的 黄径时代啊 那么企业家本来就应该创新啊 但是现在却不得不退影市场的江湖 那么这背后呢 当然啊 首先就是政商关系是否合理啊 在政商关系合理的这样一个市场环境里头啊 企业家呢 啊 就可以上天陆地狂喷了啊 政商关系不合理啊 那么企业家只能夹着尾巴啊 这个或者就是干脆就躺平了 那我们看到美国呢 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啊 这个政商关系啊 用我们的话来说 其实就是轻轻两个字啊 第一很简单很清洁是吧 第二的大家的关系也很好啊 美国总统啊 就是美国商业的第一推销人啊 就这么简单啊 你看马斯克和川普啊 他们在一起吃啊 吃的也其实简单啊 回过头来我们思考啊 这个多年前马云来台湾做客啊 公开批评台湾的企业家大佬 说台湾的年轻人太便宜啊 企业家们太老了啊 年轻人太便宜了 他和啊 这个台积电的张忠谋一起对谈啊 看起来呢 像是爷孙的组合啊 那个时候马云是蒸蒸日上 是吧 张忠谋年纪那么大啊 台湾的企业家太老了 台湾的年轻人太便宜了啊 这个台湾什么都不行啊 但是张忠谋如今年近九行啊 依然可以高谈阔论是吧 马云呢 却被迫消身啊 这又是为何呢 昔日阿里的市值呢 曾经是台积电的两倍多啊 如今呢 不到台积电的一半啊 这个就完全是不是一个世界了 两岸大第一千啊 最大的企业家的排行榜 二十年前呢 台积电是排在二十几名啊 十几年后 十几年前啊 台积电排在十名上下 七年排第三啊 今年呢 台积电要排在两岸三地 一千个大企业里头的 No.1了 那么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啥呢 这个问题 那个问题啊 都不是 根本啊 都是 不是最重要的啊 最重要的啊 最重要的就是中国企业家躺平啊 创新退逃啊 这才是中国经济最严重的问题啊 也是未来啊 最大的优励啊 没企业家了啊 好不容易出现企业家 企业家本来就是最稀释的资源啊 结果他们集体躺平啊 这个 持守啊 崇尚市场文明啊 那么市场文明啊 当然尊重市场的秩序啊 敬畏市场啊 同时呢 尊重私人财产啊 私人财产啊 就是现代文明的基础啊 离开了尊重私人财产啊 谈什么自由啊 那钱是胡扯啊 那是傻流氓啊 所以我们五四所谓的启蒙 新文化运动的启蒙 德先生 赛先生啊 其实都是法兰西的启蒙 法国的那左派的那套 根本就没摸着勺子啊 如果我们转向苏格兰启蒙啊 第一步是吧 亚当诗密就讲我们要 尊重私人产权啊 敬畏市场是吧 康罗坚的手啊 那么这才是真正的自由啊 没有没有财产权啊 就别谈什么自由是吧 同时呢 没有不尊重市场文明啊 你就甭谈什么现代文明是吧 所以这背后呢 我们需要更多的了解 更多的清楚啊 这个市场经济市场文明的相关的理论 理念和知识啊 那么其中呢 就包括企业家的理论啊 这也是为什么我特别赞赏 马斯克是吧 这个要把花了430亿美元啊 把推特给收了啊 回过头来就希望推特要尊重 是这个言论自由是吧 哪怕骂马斯克本能啊 他也不会把他删了 也不要把人家川普啊 一家伙就给人家删了啊 这完全是违背价值观的啊 那么这个我们知道 马斯克呢 是从南非啊 跑到美国去的啊 他啊 他虽然不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啊 但是呢 他啊 尊重理解美国的这样一个新 新教文明的文化啊 他就知道言论自由啊 这是美国的价值观 他要捍卫这个价值观 因为有美国的这样一个啊 文化和价值观啊 有美国的这样一个市场文明啊 才有今天他成为世界首富 以及他的上天陆地狂喷啊 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啊 所以他愿意去维护啊 这个啊 这样的一个整个社会秩序和文化啊 这个也是特别了不起的啊 所以呢 我们也是要多了解啊 市场文明相关的这些理念啊 知识啊 包括企业家的理论 所以在这堂课上啊 我们要多停留一下啊 这个我们转向这堂课是特别对的啊 这个特别好的啊 所以呢 我们要多停留一下 协家这个词啊 从16世纪诞生的那一刻起啊 就被赋予了冒选者的身份 而之后到现在的洛干戈四季里 企业家先后被赋予了经营者 资本家 经理人啊 所谓的职业经理人 革新者等身份 这些身份的赋予反映了在时代更替 生产力发展 制度变迁啊 历史当中对企业家的不断的思考 那么企业家的理论呢 这个有早期的 有中期的 也有现代的是吧 从18世纪30年代 法国经济学家康退隆 他提出企业家概念 他是最早提出企业家这个概念的 在以后的200年里头 经过了萨伊 然后到马歇尔 这个萨伊是法国经济学家 马歇尔是英国经济学家 那么这个呢 可以算是企业家理论的早期阶段 我们上一堂课 我们着重的讲了 熊比特的企业家理论 但是我感觉呢 还不太全面 这个企业家的 这个理论 可以说熊比特的贡献是最大的 但是呢 他毕竟来说 不难代表整个的企业家的 理论的这些思想 所以呢 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前面的 一个线索的 系统的梳理呢 可能对我们了解 这个企业家理论 也是市场文明里头 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呢 可能就比较合适 所以今天呢 我们补上这一块 那么企业家阶层 在古典经济学时期 并没有获得独立的地位 因为亚当世密呢 他认为 这个工人 资本家 地主是三大主体 那么相应的 对应的就是工资 工人拿工资 资本家拿利润 地主拿地珠 那么在资本家里头呢 他就把企业家 给包含进去了 所以呢 就没有一个单独的 企业家的这个阶层 那么古典的时期 这个法国经济学家 萨尔 是第一个 在经济过程图示中 给予企业家 以一定的位置的 这样一个经济学家 他把企业家定义为 结合一切生产手段 并为产品 行求价值的代理人 认为企业家 能够把经济资源 从生产力较低 和产量较少的领域 转移到生产力较高 和产量较大的领域 从这个概念来看 他已经比较接近熊比特了 应该说熊比特 比较接近他 因为他在熊比特之前 是吧 把企业家定义为 结合一切生产手段 并为产品 行求价值的代理人 把经济资源 从生产力较低的 产量较少的领域 转移到生产力较高 和产量较大的领域 这个已经 这个我们说 跟熊比特比较接近 那么在萨尔的分配理论当中 萨尔用利息和企业主的输入 来代替利论 利论分两部分 一部分是资本的利息 还有一部分是企业主的输入 这个企业主就企业家了 认为他们来自两个不同的源泉 他特别强调企业家的力量 对财富分配发挥了最显著的作用 企业家必须既被判断力 坚毅品质和专业知识 掌握监督和管理技术 还有感冒风险的精神 因此企业家和资本家是不同的 企业家的输入和工人的输入 一样都是劳动的工资 是对他监督管理企业 掌握科学技术和承担风险的报酬 而资本家的利息 则是对于资本的效用 或者使用所付的租金 讲得很清楚 然后萨毅将企业家 与资本家直轮分开 这个为以后企业家理论的研究 开展奠定的基础 所以他的贡献其实是很大的 经济学从古典时期进入到新古典时期 这个时候资本主义各个国家 也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时期 在这个时期通过竞争股份制等方式 资本任意集中在少数的企业 使得这些企业的规模不断的膨胀 实力不断加强 能够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进行支援配置 以社会分工 使得这些企业的发展在优势互补的基础上 得以良性循环 那么这个时候 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以竞争的加强 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更加明显 同时对企业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不仅要具有管理 以劫测的职能 还对其创新的精神 自身的素质 规避风险的能力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从而促使企业家职能也发生了改变 所谓权和经营管理权也逐步发生了分离 职业经理人制度风霉四届 这正好为企业家理论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使得新古典时期的企业家理论 获得了更加充分的发展 那么新古典经理学的代表性人物就是马歇尔 马歇尔明确的在土地资产和劳动生产要素之外 提出既有利用资本的经营能力 是一个生产要素 在他的分配理论中 他把早期的三位一体 就是亚特斯密的三位一体的公式 扩大为四位一体的公式 劳动者得工资 土地得地租 资本得利息 企业家得利润 企业家财兰是和劳动土地资本相提并论的生产要素 在马歇尔的理论里头 在现代社会里头 其实企业家财兰 或者叫企业家创新的能力 其实是比劳动土地资本还要重要的第一生产力 第一生产要素 马歇尔在经济学眼里中指出 企业家们敢以冒险和承担风险 有高度技能 是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职业阶层 企业家们总是以自己的创造力 洞察力和统帅力 发现和消除市场的不均衡 创造出更多的交易机会和效用 给企业的生产过程指明方向 是生产要素组织化的关键 马歇尔认为企业家必须具备两大综合能力 第一是把企业家作为商人和生产组织者 来说明其作用和能力 企业家首先是个商人 是生产组织者 企业家以敏锐的洞察力 发现市场的不均衡 并创造交易机会和效用 同时作为生产的组织者 企业家以自己的创造力和统帅力 使生产要素组织化 并承担生产上的主要风险 以此同时企业家也是企业的管理者 企业家必须天生就具备领导他人的才能 显能用能 结断 应变 以及统一能力 那么后来我们知道 就进入到熊比特了 熊比特对企业家以及功能的界定 为把企业家理论纳入到现代企业理论 可以说奠定了理论的前提 所以熊比特在这块 他的贡献是最大的 那我们上一期 我们就专门讲了熊比特 所以我们这里头就不谈了 我们反而要谈的是 熊比特企业家理论的一些不足 第一他认为企业风险 是由资本家完全承担的 企业家与企业风险无关 这个恐怕是不对的 这一现实情况不复 回过头来的 现代企业理论可能恰恰会强调 企业家的利论来源 就是因为他承担了企业的风险 第二他对企业家利论的分析也不足 他认为企业家的创新活动 以企业家的利论作为回报 这个没错 但是企业家的利论的真实来源 却仍然是一个问题 真实来源是什么呢 真实来源其实呢 就是企业家承担了企业的 不确定性的风险 第三对企业家动机的分析 也不够全面 他认为企业家从事创新活动的动机 在于建设私人王国 对胜利的热情 创造了许悦等因素 这种认识仍不完全 我们看到马斯克把推特给买了 430亿美元是吧 这里边他不是建设一个私人的王国 也不是对胜利的热情 甚至不是一个简单的创造的许悦 而是完全出于他对社会的 公共的关怀 对公益的关注 所以企业家 其实他们的情怀 他们的精神 有的时候是超越商业和利润之外的 第四呢 他把企业家看成个人主义的英雄 但是没有把企业家和企业组织 紧紧的联系在一起 但事实上企业家的作用呢 只有借助企业组织才能实现 离开了企业组织 企业家也没有办法发挥作用 所以企业家的理论和企业的理论 是要结合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今天呢 还要介绍其他重要的企业家理论 比如说这个彼得·德鲁克的观点 彼得·德鲁克呢 上一期我们谈到过一点点 他是沉寂并发扬了熊比特的观点 可以说他跟熊比特是高度一致的 他提出企业家精神中最主要的就是创新 进而把企业家的领导能力 以管理等同起来 认为企业管理的核心内容 是企业家在经济上的冒险行为 企业就是企业家工作的组织 所以企业管理是干嘛呢 不是简单的我们说的 把毛巾引出水来那种管理 企业管理的核心内容 其实还是这个企业要不断的制定战略 不断的去冒险 是吧 要制造更多的水 而不是把毛巾里的水光引出来就行了 还不够 所以企业管理的核心内容 其实是企业的经营行为 彼得德鲁克还提出 企业家就是赋予资源 以生产财富的能力的人 这句话也很精辟 是吧 资源百真呢 土地劳动 还有资本 有啥用呢 没用 是吧 如果没有企业家 赋予资源以生产财富的能力 是吧 那啥也没 那就只能是一堆死东西 德鲁克还指出 企业家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 扮演三种角色 他是组织的奠基人 这个无论建立组织是否是一种创新行为 无论这名企业家是机会主义者 还是在那家 这个不重要 他创立了一个新的组织 他是自由企业的管理者 他是他人所拥有企业的创新型的领导者 所以他是管理者 领导者和奠基者 那么另外一个受学家 叫阿瑟克 他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升了企业家的职能 这个我看来也特别受启发 他指出 作为一个真正的企业家 不仅能够通过创新 来为经济单位创造财富 从而扮演一个成功的经济角色 更加重要的是 他能够通过以非经济机构 如慈善机构 教育机构 及文化机构之间 建立积极的互动关系 来扮演一个成功的道德角色 那么这里头呢 克这个很明显 这个社会学的角度 比经济学的角度 其实更加开阔 他不仅看到企业家 他创造财富 他扮演成功的经济角色 同时他看到企业家 能够通过以非经济机构 其实包括政府 包括慈善机构 包括NGO等等 包括文化机构 建立积极的互动关系 来扮演一个成功的道德角色 所以现代企业家 其实不仅是产品的创造者 服务的创造者 其实呢 常常也是道德的建设者 甚至是文化的推动者 企业家就像马斯克 他为什么把推特买来了 花十百三十亿美元呢 那很明显 他在扮演一个道德的角色 在扮演一个 这种社会的 这个推动 文化的建设的角色 各将企业家分为四类 经理计算的发明家 敏感丰富的创新家 过于乐观的企业创建能 还有呢 实力雄厚企业的缔造者 美国经济学家 黑尔斯的定义啊 这个他对企业家的定义 是这样的 他说所谓企业家啊 就是那些能够抓住 经济生活中的机遇 或能够对经济生活中 发生的机会 做出反应啊 通过创新 为其本能和社会 创造更多的价值 从而使整个经济体系 发生变化的人 那么这个定义呢 强调了啊 企业家的价值呢 是为其本能和社会 创造价值啊 更重要的就是 为社会创造价值啊 所以一个人的价值啊 就在意 他能否为社会创造价值 迈克波特啊 我们知道 他是著名的管理家啊 管理学管理传家啊 同时呢 是战略管理的大师啊 那么他在什么是战略 一文中指出 自定或重建一个 清晰的战略 是一项挑战啊 他对游轮构成的组织 挑战很大 因此要仰赖组织的领导者 在许多企业 领导者已经退化到 指挥应营效益 和找生意的地步啊 这个就不行了啊 你只是管 天天在做管理的事 是吧 这个把毛经理的水拧出来啊 这个不行的啊 你得去通过战略 创造生意啊 你得做经营才行了啊 然而领导者的角色 应该更广 也更重要啊 最高管理层 不仅仅是各个 资兰部门的总管家 其核心人物是战略 领导者必须制定整折 来决定企业应该如何 对何种行业变化 以及何种客户需求 做出反应 同时防止组织出现分心啊 并且保持企业的独特性啊 所以呢 这个他强调啊 这个啊 企业家啊 是一个领导者的角色啊 是个总管家啊 是这个核心啊 就是战略的制定啊 然后带领着企业往前冲 所以企业家 截定企业战略啊 战略了截定企业的成败啊 我有个好朋友啊 这个汪中球啊 他写过一本书 细节节定成败啊 我跟他讲 这个 这肯定是不对的啊 细节一定不能截定成败啊 当然细节很重要 是吧 这个 但是呢 这个真正能够截定成败的 一定是战略啊 战略就代表着方向啊 方向错了 你的细节战好也没有用 就像你开车啊 每一个细节都完美 但是你开车的方向是错的 你到达不了目的地 所以企业家决定企业战略 战略决定企业的成败 所以他强调的战略 这个也是有他的道理的 那么英国的经济学家 彭洛斯啊 我翻译过他一本书 企业成长理论啊 这个他把企业家的意义呢 进行了提升啊 企业家的事业心和对风险的态度 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因为企业家的事业心 包含承担风险的意志 探索避免风险的热情 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动力 以及把对利润的追求 当成自己的伟大使命 那么这个彭洛斯啊 这个理解呢 也很有意思啊 这个啊 他实际上谈了三个层面 一个呢 企业家要承担风险 另外一方面呢 他要避免风险的 是吧 然后呢 同时还要追求利润 这就指明了啊 企业家啊 他不是光有想法就行的 是吧 这个想法能不能够落地 能够这个啊 这个最后赚到钱 这都是很重要的 既要承担风险 又要避免不必要的风险 同时还要赚到钱 马斯克也是这样 是吧 他也在赚钱啊 这个他的Space啊 X是吧 这个那么多的 那么大的计划啊 但是最终他也在赚钱啊 不赚钱是不行的 是吧 所以他在这里头呢 他也一直在努力啊 好几次啊 他的企业 他不得不把他卖了啊 PayPal啊 实际上是他创造的 相当于中国的支付宝啊 但最终他还是把他卖了 为什么卖了 因为他需要钱啊 他需要钱去啊 做电动车啊 这个然后做SpaceX 所以他把他卖了 为什么卖了呢 他就觉得如果光是软件的创新啊 这个不行啊 这个不够不够不够牛气啊 后来比尔盖茨也承认啊 他说我们做的都是软件 是吧 这个这些啊 很硬创新的硬核的创新的相对比较少 那马斯克呢 那时候历定一个心志 要做一个伟大的企业家啊 然后别人告诉他 你要做一个伟大的企业家 第一你必须啊 这个解决这个汽车冷烟的问题啊 在冷烟问题上发力啊 还有一个呢 你必须啊 在以航啊 人类的太空探索啊 这这块做出贡献啊 然后他就怕就进入到这些领域去了 日本的学者啊 这个有一个学者认为啊 企业家是指占有或取得企业资产并承担经营风险 从事市场交易的主体啊 这个呢 也是对的啊 但是呢 没有太多的心意啊 好 那么这里头呢 我们要特别讲一下赖特的企业家理论啊 这个赖特的企业家理论很重要啊 这个对熊比特的企业家理论呢 正好是一个啊 可以说是一个突破啊 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补充 那么赖特呢 是美国学者啊 也是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啊 当我们讲到芝加哥学派啊 这个洛贝尔奖的大本营啊 那么赖特是第一个啊 他在他的博士论文 风险不确定性和利论啊 这篇论文中指出 所谓企业家就是那些在极不确定的环境下 做出劫撤 并必须自己承担劫撤全部后果的人啊 谁是企业家呢 那我们就看谁在做劫撤啊 谁在承担后果 这才是企业家啊 你你你不承担后果 那不是企业家 是吧 你不做劫撤也不是企业家 资讯公司可以提供很多资讯报告意见 是吧 但是呢 他不能代表企业家做企业家啊 也不能够这个承担后果 所以他们不是 他们只是执行公司啊 然后呢 这个赖特明确指出 企业家必然是工商企业主 企业家也就是你 其实你得你得你得用你的资金 用你的资本来承担这个风险 是吧 你你没有一定的资本 你就说你你你光是真的白虎 你说你要做企业家 你来承担这个风险 你凭什么承担呢 是吧 所以呢 企业家必然是工商企业主 而不是负责日常劫策 领起薪水的精力 他不他不承担风险 是吧 他只是做一天和尚 撞一天钟啊 这个不是企业家 耐特将企业经营中的 不确定风险的分为两类啊 一类呢 是可蓝益侧的不确定性风险 比如说啊 这个明天天气是 这个啊 是下雨呢 还是出太阳啊 那你可以查查天气一报 这个是有概率的啊 那么这个呢 叫叫风险 那风险呢 你可以买保险啊 如果明天我要开个party 是吧 下雨了 我的客人来不了 保险公司赔我啊 这个你可以通过这种啊 类似的这种金融方式来进行管理啊 另一种是不可能确定的啊 测定的不确定性 我正开着party呢啊 正在这个是吧 这个吃着火锅啊 唱着歌啊 突然 这个土匪就跑过来了啊 突然有人就找 这个跑过来大白啊 抓我们去测核酸了 突然这个 这个这个奥维码就变红了啊 等等 这个不确定性 是不难保险的啊 他认为不确定性 才是说明 利论这一不均衡状态中 特有的输入概念 企业家作用的意义 和企业组织出现的根据啊 很重要啊 这个这个不确定性 不是风险啊 很多的风险 其实是可以进行风险管理的 而且风险呢 可以拿来做生意 保险工资就干这个的 你有风险没问题 我替你管理 是吧 我给你保险 但是不确定性 根本你想都想不到的事 这个冒出来了啊 那么这个呢 那在不确定性的环境里边 你要开着企业的传往前走 你要承担责任啊 那么呢 你承担了责任 你做出了劫策啊 所以你享受最后的利润啊 那么这个是连风险管理都谈不上的啊 那么这个才是呢 啊 企业家的真正的作用 以及他获得利润的原因 那他认为一个人 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成为企业家 他拥有可以保证支付各种生产要素的合同输入能力 这是业主式的企业家 第二呢 就是他不具有充分的保证能力 需要克服他能以自己共同拥有保证支付合同输入的能力 这就是合伙式的企业家 你有钱 你自己做业主 还有你没钱 但是你要说服别人 说服别人 说服别人 然后呢 这个大家做合伙式的企业家 第三呢 是发起人在组织中发现了他的财人 然后呢 哎呦 请他来做合伙人吧 把他自己以企业家的位置 这就是公司式的企业家 企业家一方面从事日常经营 所以获得相当于工资的报酬 另一方面要对所做出劫策的后果负责 所以获得总收益 减弃合同输入后的剩余的输入 赖特的企业家理论可以归结为 第一把企业家的作用以处理不确定性的能力要相结合 第二为了发挥这一能力 必须具有对各生产服务合同输入的保证能力 第三一方面通过洞察他人能力的能力 另一方面通过让他人相信自己有能力的能力 这企业家有这个能力 你动他他的能力的能力 第二让别人相信自己有能力的能力 第四所谓处理不可靠的能力 自然是依赖于对将来形式的议策 企业所获利润的大小 有可能受企业家刚毅或弱弱的气质程度所左右 耐特开创了企业的企业家理论 不仅正式的将企业与企业家确定在一起 绑定在一起 还从不确定性的角度研究企业家 且从承担不确定性能力与管理权限关系的角度 分析了企业内部的权益配置 他的思觉是独特的 既有启迪和突破的意义 可以说在熊彼特的理论之后 首先突破的率线突破的就是赖特 所以我说我们还得讲 光讲完熊彼特可能还不够 那么赖特就是首当其冲要讲的 还有当代美国经济学家卡森 在企业家一个经济理论中 对企业家定义的外延进行了拓宽 企业家就是专门就吸血资源的配置 做出判断性劫测的人 这跟赖特很像 在不确定性的环境里头 对吸血资源的配置 做出决断 这样的人就是企业家 那么讲完他们之后 我们要讲一个 又讲一个奥地利学派 特别重要的 但是这个人很多人不知道 就连很多企业家也都不知道 这个太可惜了 我们必须了解 这叫科兹拉 科兹拉的企业家理论 如果说米赛斯 是奥地利学派的教父 是1950到60年代 这个门格尔是奥地利学派的 这个开门大师 是吧 然后海克呢 是奥地利学派的棋手 是吧 熊比特呢 实际上是奥地利学派的 受影响的一个人物 是吧 那么这个 这个科兹拉 这个科兹拉 科兹拉呢 就是1980年代的 奥地利学派的教父 你也可以说 他是当代奥地利学派的 长班人 这个人好像还没死掉 90多岁了 这个30年代出生的 那么现在90岁了 科兹拉主张 奥地利学派的市场理论 是一种过程理论 而主流经济学 也就新古典 这个我们说的新格典 新古典中和派 是一种均衡理论 他们主要是考察市场 在均衡的时候 你怎么说 是吧 而这个奥地利学派呢 他们看市场呢 其实都是不均衡的 没有什么均衡 他不断地在 在那破坏性的创新 所以是一种过程理论 而主流经济学 是一种均衡理论 将市场呢 视为一种过程 这个并不是科兹拉的原创 但是科兹拉非常清晰的 阐述了过程理论 并以企业家精神 作为推动市场过程 发展的要素 为什么市场是不均衡的呢 总是在过程里头呢 没有中点 没有均衡呢 就是因为有企业家精神 有企业家的创新 有企业家的这种 创造性的毁灭 以往的企业家精神呢 是不能够纳入形式化的数学模型的 那么以此呢 就区别于主流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 假设啊 为什么是区别 库斯拉的这个 科兹拉的这个理论 为什么是区别主流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 那一会儿呢 我们还会介绍 在三个四季三四年代开始的 新古典形式化的革命之后 也就是新古典经济学 把整个数学应用进去 建立一套新古典综合的体系 就是把凯恩斯主义 罗宾逊等等 这些理论 残验革命的那些理论都拉入进去 那么也吸收了奥地利学派的一些思想 这个接受了古典学派的 这个基本的市场分析等等 那么新古典的综合 他就完成了 同时形式化也完成了 好像用了一套数理模型 数学来表述经济学 那么主流经济学家 就认为奥地利学派过时了 而且出超 这个你没有形式化 你没有用数学 那么他们有价值的思想 也已经纳入到主流经济学了 所以就认为我可以不管你了 那米塞斯的当然 坚决反对这种主张 但是他们并没有能够完整 清晰的阐述奥地利学派 以众不同的精妙之处 那么这个工作呢 最终是由科斯纳完成的 科斯纳的本人 他又懂得新古典经济学 新古典的综合派经济学 同时呢 他又受过米塞斯的信念 所以呢 他对奥地利学派的精妙之处 又很懂 最后呢 他就站出来 说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就把这个奥地利学派和新古典 实际上做了一个很好的整合 特别是在1973年 科斯纳出版的竞争 以企业家精神这本书 吸引了许多年轻一代的经济学家 拉开了奥地利学派复兴的序幕 那么科斯纳在他的著作竞争 以企业家精神中 将企业家定义为 既有一般人所不既有的 能够敏锐的发现市场 获利机会既有动弹力的人 也就是我们说企业家有个本事 市场上有了机会 别人都还没看见的 他已经看见了 别人还没感觉到了 他已经感觉到了 别人还坐着那喝咖啡 他已经开始行动了 科斯纳把企业家的发现特征 以竞争结合在一起 竞争就是市场的竞争 也就是把威观和宏观 就开始结合在一起了 企业家发现机会的这个特征 以市场的运行结合在一起 把竞争的过程 明确表述为企业家的创新过程 什么叫竞争呢 市场竞争 那不就是企业家在那创新吗 然后不同的企业家 不同的创新 他们在进行PK的一个过程 这不就是竞争吗 这就是市场运行了 他从信息不完全出发 认为企业家的作用在意 从确认现实经济中 不然完全掌握所有交易情报 这一事实出发 企业家必须迅速发现 对买卖双方都有利的交易机会 并作为中间人参与期间 促进交易的实现 因此他指出 以深刻而敏锐的洞察力 去发现时机 才是企业家精神的本质 克斯纳不仅仅指出市场参与者 拥有不完全信息 是吧 这个我们以前讲过 这个市场有几个特点 第一 大家的信息都是不完全的 不仅如此 大家理性也不完全 还有道德也不完全 而克斯纳的指出 市场这个主体 不仅你信息不完全 而且他还指出市场参与者的 彻底的无知 或者不知道的无知 就是share ignorance 为什么有特点的无知 不知道的无知 他跟信息不完全 还有什么不同呢 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他是如果我们想做一件事情 但是我们对那个事情 不知道 那可能叫做不完全知识 或者不完全信息 但我根本就不知道 那个事情 我压根就不知道 那个事 我连想都没想过 那个事 所以关于那个事的知识 当然也就不知道 这就是根本的无知 我知道 我想做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那件事情 这个叫信息不完全 但是我压根就没想到过 那个事 所以关于那个事的知识 我就压根就不知道 这个叫做根本的无知 根本的无知 因为我连那个事 想都没想过 没想到过那个事 那不完全知识的 假定意味着市场参与者 不是权之前男的 获利机会呢 因此总是存在的 就是因为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可能就有人知道 有人知道 他当然就应该获得 这个盈利的机会了 比如我可能拥有 某种很宝贵的资言 但我并不知道 有人对这个东西 有巨大的吸求 因此在企业家 不在场的情况下 就意味着资言 没有得到有效配置 不完全知识 假定意味着 获利机会的存在 意味着企业家出场的 可能性和必要性 就是因为有这种 根本的无知 不完全的知识 所以获利机会就存在 我曾经看过 美国一部西部片 特别有意思 那是经典的西部片 突然有一个小旅馆 大家都在抢那个小旅馆 各路人马 各路势力都在抢 原因是什么呢 经营旅馆的那个人 其实他压根就不知道 为啥呢 因为他是来嫁 他从城市里头某个城市 他来嫁给这个旅馆的 那个小老板 对吧 然后但是呢 等到他走到这个小旅馆的时候 发现那个小老板已经被打死了 不仅如此 全家人都被打死了 然后他突然之间 他就以这个他的 妻子的名义 他拥有这个 这个小旅馆的整个 他就拥有他的这个继承权 然后就围绕着这个人 突然就各路杀手要杀他 要找他 然后都想把这个旅馆给弄下来 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就是当时美国的这个西部的铁路即将开通 东西部的铁路要开通 然后呢 这个地方 这个这个小旅馆拥有这一块地方的唯一的水源 所以火车呢 必须经过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这个小旅馆 以及他拥有的这个周边的这个土地 就具有巨大的升值的潜力 那么这个很显然 这个女孩子这个来嫁人的这个人 他压根都不知道 他啥也不知道 但是呢 其他的有些人就知道 所以他们就在争啊 在抢啊啥的 对这个女孩子来说 他是根本不知道 对其他的人来说呢 他们构成了企业家 克斯拉指出啊 存在着一种重要的知识 他不隐含在寄存的数据中 他存在于企业家的设想和想象中 存在一种机会 这些机会不隐藏在寄存的数据中 存在于市场过程的进程当中 是不是这样呢 的确是这样的 这个别人都不知道 但是在企业家设想和想象当中 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啊 所以呢 并不隐藏在寄存的数据 寄存的数据 你有你有多少个大数据都没有用啊 这大数据并不能够反映出这种 还没有出现的机会是吧 而是存在于市场过程的进程当中啊 所以很多人以为我们有了大数据啊 我们就能够把整个社会经济管理的妥妥的啊 这是完全是胡思乱想 这是计算机乌托邦 是不可能的 因为有很多东西我们压根就不知道 根本就不知道 它只存在于企业家的设想和想象当中啊 只存在于市场过程的这种发现的进程当中 是否承认彻底的无知啊 可以说是七分经济学政治学的左派和右派的一个标志啊 右派呢就会承认啊 人是就是不知道啊 本来就是信息不完全 理性不完全啊 道德也不完全 每个人都是有罪信的啊 那么左派呢就不承认 左派老杰的自己很牛 老杰的自己很厉害 老想一统天下啊 老想老四杰的老子很厉害啊 我们现在的疫情防控啊 其实根本就啊 根本就是在胡闹 为啥呢 啊 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足够的数据啊 就是不仅因为长官意志啊 在那里头权力之争啊 我们不说这些东西啊 就说是他真想好好地做一个劫舍 他能做吗 他做不出来 为什么呢 啊 比如说我们我们看到在西方啊 他统计流感啊 这个人是因为流感死的 是吧 他可能年内有心脏病 这个糖尿病高血压 是吧 但是呢 他反正啊 他是得了流感 得了流感呢 引发了心脏病 那糖尿病死的 他就算在流感死亡这一类 所以呢 新冠也是这样啊 这个不管你是啥病 他只要你是因为新冠引发的 你死的 就算在新冠里头 他为什么要这么算呢 啊 因为他的目的呢 就想知道这个新冠到底有多么严重 所以他从最坏的数据来计算啊 就是对老百姓构成人生伤害啊 生命的健康的伤害 那最严重的这个数据来计算啊 那么掌握着这个数据 他就来确定这个病啊 到底有多么严重啊 这个流感也罢啊 新冠也罢啊 这个疫情也罢 是吧 那么政府要不要这个 采取封城啊 这个这种措施 一看哎呀 你这个 你跟一个流感也差不多嘛 这个那你干嘛要啊 这个要采取封城呢 就用不着啊 那我们中国压根就没这个数据啊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只统计新冠死的啊 所以在很多的农村啊 中国的农村就没有新冠死的 为啥没新冠死的呢 他算在癌症死的 糖尿病死的 高血压死的啊 各种死的原因里头 他就是不算新冠死的 你这个数据你跟西方就不一样啊 你的口径就不一样 就你压根连这个数据都没有啊 那么基础的数据都没有啊 那么你怎么在所谓的科学啊 科学抗议怎么进行呢 你连基本的这个啊 这信息都不都没有是吧 然后你还以为自己很厉害啊 自己自己啊 这个这个可以一统天下啊 那么你不就是在权力的胡闹吗 啊 所以是否承认彻底的无知 是七分经济学啊 政治学左派和右派的关键啊 右派呢 就承认我们其实就是不知道的啊 不知道了我们就老老实实的去啊 这个一点点的收集这些数据啊 然后把把这个劫策的过程交给科学家啊 交给这个交给这种客观的这种分析啊 这个政治别在里面瞎搅合啊 政治家靠边站啊 那么另外一种呢 就是觉得我老子很厉害啊 老子掌握大数据啊 老子代表权力啊 我比你们了解的多了解的情况多啊 老子想怎么干怎么干啊 就不承认人是彻底的无知的 不仅承认人是无知的 而且承认人在某些方面是彻底的无知的 既然无知那就交给市场了 到底是给定一种资源 让人做一个最优化的计算 然后执行这个方案 还是让企业家去发现和捕捉利润机会 然后把协调行动付出实际件去纠正资源配置的错误呢 这是两个很重要的不同的方向啊 就是给定一种资源啊 然后呢 大数据来算一算啊 最优化的这个执行方案是什么啊 那简单的交给计算机就行了 交给工程师就行了啊 另外一个的思路完全不是这样 就这里面压根就不知道应该走到哪里去 是吧 这个目标在何处不清楚啊 机会在哪里也不清楚 所以呢 不然交给计算机啊 交给大数据 他叫大数据计算机只能发现过去的 他不能发现未来是吧 然后也不能交给工程师 应该交给什么交给企业家啊 企业家呢 他们去找到目标啊 他们去进行决策啊 他们去完成这个执行过程 在这个问题上呢 科斯拉以新古典经济学就分刀扬镳了啊 那么这两者呢 新古典经济学的方向就是经济能假定啊 前面我们说的 我们要谈啊 这个科斯拉跟新古典这个经济学有什么 有啥不同呢啊 那么科斯拉呢 他就提出了另外一个方向 是人的行动假定啊 这个人的行动假定跟经济能假定 有啥区别呢 这个很重要啊 很少经济学会讲这个 我们在大学里学了四年的课 学了经济学的硕士和波斯 很多人都不知道啊 很多人只知道经济能假定 这个实际上out了过时了 他就不了解和奥地利学派的精华啊 人的行动假定 那么很明显 人的行动这个概念是比经济能啊 更一般化的概念啊 经济能是什么呢 就是给定的资源目标啊 然后我要用最好的是吧 我追求最大的好处最大的利益啊 用最小的成本来获得最大的收益 那你的你的给定这个目标啊 你给他给定资源的问题是目标 可能也是啊 也是不清楚的资源也是不清楚的 那你那你讲什么经济能呢 那就谈不上经济能啊 这里面只有人的行动 没有什么经济能的这种啊 这种可能性在里头啊 经济人是吧 他要给定一组的手段啊 怎样使这个手段达到目标啊 是最有效力的啊 所以呢我们就要去计算啊 这个时候大书记有用 工程师有用是吧 但是人的行动呢 他是包括了典型的经济人的 效力的收行行为啊 他给定一组的手段啊 然后追求啊 给定的目标 找到最有效力的途径去实现啊 但是呢 这个呃 人的行动里边呢 他包括了啊 非经济计算的成分啊 呃 同时呢 这个人的行动过程里头 他有两个任务啊 而不是一个任务 第一个是给定手段和目标 行就一个最有效力的途径啊 这跟经济人差不多啊 第二个是寻找目标和手段啊 就目标和手段都不清楚啊 手段和目标都是主观的 就需要你自己去找 啊 那么对目标手段框架本身的收行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行动的本质特征啊 那么在新古典的范式里头呢 目的是改定的啊 改定的目标啊 你要去哪里哪里啊 不消息找 然后给定你资言啊 那么就要算算啊 坐飞机好 还坐火车好 这很简单 而赫斯大强调这两个加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人的行动 目标你的自己找啊 这个能够方案你的自己找 这就麻烦了 这个电脑没用了 这个是吧 这个这个啊 这个大数据也没用了 这个时候他需要企业家出场 而不是工程师 这个一旦我们揭示出另外一个任务 就进入目标手段的框架的收行 这其次就企业家发现利润和机会的收行 如果需要这样一个机会的话 就意味着需要企业家的想象力惊奇魄力啊 用科斯拉的说法就是企业家的警觉啊 企业家的警觉啊 企业家对市场的那种警觉啊 竖着耳朵啊 发现市场的机会啊 而不是交给一个工程师啊 这个更不是交给电脑居然算出来的 不是 所以啊 什么大数据计划经济啊 这个马云他们言的胡说八道 刘强东胡说八道啊 都是想献媚啊 想巴结一下政府啊 结果最终还是被淘汰 也没用人把他们当回事啊 没用 可以这样概括科斯拉意义上的企业家精神啊 识别想象异计 并去捕捉利润的机会 所以企业家是干嘛的呢 洞察市场啊 把握先机啊 就是企业家啊 那么人的行动这个概念 其实最早是米赛斯提出来的啊 他说我们每个人呢 其实都是企业家 都是展开人的行动的人啊 每一个行动都是一个企业家行动 每个人都寻找自己的目标啊 同时寻找自己的这个啊 最好的啊 这个实现目标的方案啊 追求一个更加满意的状态 来替代你当前的状态 是一个状态 对另外一个状态的替代啊 所以每个人都是企业家啊 但是呢市场里面有些很特别的 他们很优秀 他们很专业 他们做得很好啊 这些人呢成为真正的职业意义上的企业家 所以科斯拉呢就完善和发展呢 这个市场过程的理论 他用的是什么呢 人的行动 而不是用经纪人 经纪人呢 我已经给你目标 给你给你资源 你去接受吧 没那么简单 他说你那太简单了 所以那是在均衡状态下 是吧 这个市场的过程里头不是的 市场的过程就结佳 通过人的行动 不断自己去找 不仅去找方案 而且首先自己要去找任务 找目标 这个就麻烦了 这个就复杂了 那么这个呢 这个市场过程的理论呢 弥补了主流经济学缺势的一环 因此呢引起了主流经济学的重视 同时的市场过程理论也成为了 现代奥地利学派的最大特点 现代奥地利学派呢 不仅强调市场 他们强调市场的这个过程 市场的过程呢 其实就强调企业家的创新的过程 这种创造性毁灭的过程 发现的过程 科斯拉以市场过程理论 整合了奥地利学派的传统 开辟的奥地利学派 现代复兴的新天地 同时科斯拉以市场过程理论 结合了米塞斯等经济学家的思想 使这些经济学大师的研究 株联闭合结为议题 好 那么今天实验关系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如果下一堂课呢 我们还要讲讲 这个科斯交易费用 这个产权理论等等 他们关于现代企业理论的 一些进展